甄嬛传苏培圣 甄嬛走到了最后 在甄嬛当上太后时 锦西一直都陪在甄嬛身边 但是在四阿哥登基后 却再也没见苏培圣的人影 苏培圣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先帝丧礼上 苏培圣主持了最后一次宫中大礼 便再也没有出现了 关于苏培圣的结局也只字未提 作为甄嬛胜利的功臣 苏培圣去哪了呢 苏培圣作为雍正身边的天身太监 对于朝中的事情 那是心直肚明看得非常透彻 所以才会选择甄嬛扳倒皇后 因为他深知将来皇帝 驾崩自己的活路就没有了 历来新皇登基都要更新换代 皇帝身边如此贴身的太监 自然逃不过 自己若是投靠皇后 将来必定会被皇后用完后灭后 而甄嬛的身边有推锦西 这就是他的一道护命符 再说了甄嬛的心没有皇后那么狠毒 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后来皇帝去世时 甄嬛说皇帝立四阿哥为新帝 但是众人却支持甄嬛的六阿哥 六阿哥年纪小 甄嬛说完之后 显然大臣们并不是很相信 但是苏培圣却接了一句七贵妃所连即使 这个时候他还看了一眼四阿哥 甄嬛传 四阿哥登基后 苏培圣去哪了 其实他早已背叛了甄嬛 当时四阿哥也看了苏培圣一眼 其实两人早已达成共识 苏培圣早已被怕甄嬛投靠了心地 因为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